事先买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ME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ob 昨天澳洲的南澳South Australia 已经正式的announce他们的491政策的一些新的规范 那我这边也收到了最新的信息 从网站和这个email都有收到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video 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些最新最抢手的这些资讯 马上的分享给大家了 那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前面的这个网站的部分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access去看 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 这个移民中心移民律师收到这个PPT 然后会一一的带着大家看 时间有点长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 如果真的想要往南澳洲 或是移民澳洲的人呢 你都要专心的看到最后面啦 OK 那我现在马上带大家进到他的网站里面去 OK 首先呢我来调整一下这个网站 这样子才是看得清楚的 OK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呢 是昨天才刚出来 所以这是给GSM General Skills Migration 但这也包含了偏远地区的州担保的部分 那他们基本上告知的部分就是说 首先这边在左边你们看到的部分就是写Occupation 他写的意思就是说 Due to recent change of departments of home affairs point test Immigration South Australia 就是南澳的移民署呢 has reviewed the point required for all occupation and the state nominated occupation list English and world expenses required have also changed 所以他有一些要求已经改变了 他说这边再继续讲说 Many occupation now 他基本上要求至少都要75到85分 就是包含了州担保的这个分数加进去 那一般如果走190的话 州担保就加5分了 所以你平均至少你都要有70到80分 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被邀请的 当然细节一定要按进去看他们真正的职业清单 那我今天就不带大家进去看这个清单的部分 因为清单的部分大家大部分都知道 如果不晓得的话再留言给我 我再把这个网站发给大家 OK 那applicant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 international graduate in Australia 所以如果你是在南澳毕业 读书毕业就是本科学士毕业以上 毕业的 All currently working for last 12 months in the skilled occupation in South Australia category are still required to have 65 points 所以你如果是在南澳毕业的 读书毕业的或者是已经在南澳工作至少12个月以上的人 你的分数基本还是最少要65分 那如果是走190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要至少要60分 那most trade occupations still required to be 所以如果是trade 是shift 是木工 电工 水工 这种技职之类别的 至少都还是要65分 那这个high point category 以前这个部分一直都有 那high point category呢 provide skilled migrants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南澳是有他自己一个职业清单嘛 那还有一个supplementary skill list occupation 在这个清单基本上就是在原有的清单里面没有 那分数一定还是要很高 所以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的是 它上面又说要原本就要70到80分了 那这不是已经high point了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在 人不在南澳 你直接从海外移民过来的 不管是在原有他们要的清单里面 或者是在supplementary skill list里面的话 分数基本上都要70到80分了 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这样 那当然它这边呢还要更高 applicant with high point category are now required to have 95.95分 哇 我真的不知道这要怎么加上去了 OK 所以一般来说 雅思应该要破8吧 OK A provision of 491 visa passport is valuable for high point applicant 那 A permanent 190 is a valuable for high point who have superior English 就是我刚讲的雅思一定要破8分 如果没有8分你不可能拿到high point OK 然后至少有8年的工作经验 哇 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 OK OK 那相对的大家都有看到哈 移民这个东西一定要趁早啦 你后面再跟的哈 就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而已 OK Chain migration category Chain migration provide 491 visa passport of skilled migrants to join family members who are permanent resided 所以你要有 已经有亲戚住在南澳的呢 你就可以从chain migration 这样子去走 The point required to increase but chain migration are now being 75 points 所以你就算有亲戚在那边的话 然后走491的话都还是要75分 Some managerial occupation are now required to be 85 points 分数都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 那相对的一定是这个南澳的这个配额呢 还有想要去南澳申请的人呢一定是爆量啦 跟之前昆斯兰也是一样才刚开一天就关起来 一试是一样的哈 所以这个 这最主要还是回到原点就是澳洲政府把这个移民的总配额压缩了 变少了以后呢 会造成这些问题 那当然移民真的要趁早 OK 然后Some application for state nominated occupation list as provisional 491 visa only and nominated for 190 visa is not available for this the majority of these occupations are now on ROL 所以Regional occupation list呢就是在偏遠地区 494的这个签证类别里面的清单呢 是没有办法用在491里面 这他们就把它分得清楚 OK 那这个基本上 下面这些东西就是在讲解上面的那些要求啦 所以high point至少都还要八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high performing graduate 就是你要嘛就是你是phd 或者是master by research就是研究类型的master 或者是gpa一定要六分以上 这蛮难的 就是也就是说你的每一颗至少都要六以上 不能有一个低于六的 低于六你就完蛋就不可能是六以上OK 然后或者first class honors 所以你的读书一定要很厉害很强 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outh of Australia 所以currently work 还要有六个月的工作 就是毕业后有工作毕业工作签 还要在那边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继续的 当然就是继续的待在南澳的部分 OK 那我这边也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个南澳的这一个powerpoint 那他这边是写到11月7号 他11月7号其实大概出了 但最近才发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iagram 那我把它移过来一点 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点OK 基本上就是最上面是 你可以看到是澳洲政府嘛 然后下面是有几个不同的签证类别吧 那当然我们今天看的是红色的部分 大家看红色的部分是 GSM General Skill Migration Employee Sponsor 还有Business Skill 那我们应该是今天都是focus在GSM的部分 那GSM的部分呢 这边也是一样在重新的跟 从这个powerpoint里面跟大家再讲解一次 他当然就是11月16号开始 那真正的cut point 也就是说12月4号 这些所有新的东西才开始启动 所以491和494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有一个重点来了 485的原本这毕业工作签能够拿到第三年的这个呢 一定是在2021年之后才开始喔 所以呢如果今年想要申请的第三年是不行的 而且一定要在2021年 2020年明年过几天后就明年了 然后再过一年后才能申请485的这个毕业工作签的第三年 ok 然后你至少要读学士 然后在偏远地区 然后呢一直都住在偏远地区才能去申请这个 这个485的第三年 ok 所以你如果离开偏远地区就不行了 ok Supporting South Australia 就是南澳的部分呢 有一个pilot program 还有它的entrepreneurial talent to the state 那当然还有Darma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当然这些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解过 就是原本的190 然后还有491的部分 那491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Subclass 491 Visa Auto can apply 191 就是三年之后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讲解过 那这个三年之后是2022年的11月16号才能开始 Ok 我觉得这个做不错 所以再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大家还有update一些 南澳的一些州担保的一些资讯 那bonus point的话 190还是维持在只有5分 那491的部分呢 它原本是10分拉到15分 那相对的 这个分数把它拉高 各位观众朋友们想要移民的也要了解 因为新的这个配偶的分数也会加进去了 所以以前你如果是单身的话 你没有加那10分 现在都会加那10分上去 也换句话说 为什么分数可以拉到80分70分 甚至95分 你有没有记得刚刚看到的 那一定这个里面还要扣掉 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申请完 还有配偶分数还是加10分嘛 所以这都还要加上去的 State Nominated Visa 它priority 所以如果只要是便宜地区的话 签证类别呢 申请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priority 换句话说速度会比较快 OK OK 那在这个 Parentic State Nominated Visa The Benefits Flexible 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所以他们对于你在南澳 读书毕业的学生是有特别的待遇 所以呢当然他们南澳的这个PVT 也是希望能够去吸引更多的 未来想要移民澳洲人先到南澳去读书了 OK Accessed for more extensive occupation list 对没错就是有更多的一些职业可以选择 所以南澳基本上有原本的 这边可以看到State Nominated Occupation 有275项 然后Supplementary Skilled List 有223 所以加起来多少 498个职业 基本上所有都有 只是说Supplementary Skilled List 里面它还有多出来的要求会比较高 所以分数一定要比较高啦 那它这边讲说Highlight的部分就是 这个Some Occupation Core are not available Due to new provision visa being introduced 所以呢他们还会不断的在更新啦 那它这个Special Condition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就是你一定是有在南澳读书毕业的 然后在你的工作领域里面有12个月以上 然后或者是也是Chain Migration 刚刚我们提过了 就是你有亲戚在南澳 或者是Highpoint 85分以上 OK 那当然这边有直接给一个Snapshot 就是网站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清单一样 观众朋友如果要直接到南澳部分 你可以到Google打SA Migration 你就可以直接找到它的这些清单 或者是留言给我 我可以把这个link也发给您 OK 那 那这边又再review一次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General Skill Migration 它一定要 很重要 我一直在呼吁大家英文 英文目标8 然后呢最低拿到7 因为你如果只拿6你没加分 所以没有太大的好处 然后呢职业鉴定一定要做 职业鉴定一定要做 没有职业鉴定 这些谈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OK 那当然它这边给我们一个example 所以如果你年龄是在18到24岁 25分 然后英文如果只有competent 就只有4个6的话没有加分 然后在澳洲读书 在qualification 在这个学士以上 就15加5 那这样准备就是 total就是45分 那如果你又在南澳读书 再加5分 那你如果又是有拿到这个491的 这个邀请的话再加15分 总共就65分 所以在南澳拿到65分 不困难 不困难 只是说你在你的职业里面 是不是要拼到70或80多分 那这个当然就要看了 那当然我们注意这个部分 我们还没有加上这个 你如果单身的话 如果还要加10分 对不对 如果单身就要加10分 就变75分了 OK basic gsm 那当然就是45岁以下 这个我们之前都谈过 然后一定要65分以上 那你又有足够的资金 这个我觉得相对 要移民一定都会有 5000到1万块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是在南澳的 国际语学生毕业的毕业生 他有相对的 World Experience Waiver English Requirement Waiver还有Financial Requirement Waiver 什么是Waiver呢 Waiver意思就是说 有些部分可以比较concession 不需要达到其他人要的 那个要求 所以你的工作线好像变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然后语言的话呢 你可以只有六分嘛 然后你不需要提供什么 5000或1万块钱的这个 资金的这个要求门槛 OK 那这边当然还有 这边说Waiver if you achieve following 所以如果你是PhD 博士或者是演奏型的这个Master 毕业的话呢 你可以有这个Waiver OK 就是我们刚刚上面提的Waiver OK 然后GPA 基本上就是High Performer GPA六分以上 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GPA六分以上 然后他说是Provisional Visa only if 所以呢 他还是有差异 但希望你在First Cut 就是你读书很优秀的话 他们还是会给你这个Waiver You need to complete a letter and academic transcript before applying 所以当然你要拿到毕业的成绩单等等的 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High Performing Graduate in South Australia 就是你在南澳的这个成绩非常优秀的人 然后或者是Currently working at least three months 这个我们就刚刚讲过 就是原本他要求的工作经验要更长 他把它拉短到三个月而已 那491呢 他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 你是现在或是之前是南澳的学生 国际学生 然后一直都在南澳 如果有超过七年以上 他有特别的concession 那这边我们刚刚也提过 所以你读书这一定都会有啦 46周就是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Application Process 这基本上就是从放EOI 然后跟这个南澳的政府先申请 所以你要先了解 你到底有没有meet the requirement 然后你看啊 这边第二个就是 你一定要职业鉴定的这个 你要拿职业鉴定的证书啦 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申请 然后放EOI进去 OK 然后呢 那你如果收到邀请后 你就要去 summit a state nomination 你要去那边申请 然后you approve 你会有这个visa invitation 然后就申请你的visa OK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很快的 跟大家update一下 这个South Australia南澳部分的 这个片里地区周担保的部分的 这个还有独立技术移民的一些资讯 那当然欢迎观众朋友 如果任何问题留言给我 那最后呢如果你喜欢的video 欢迎到我们的脸书粉专 帮我们按上大大的赞 还有我们到YouTube频道按下订阅 那记得旁边的铃铛把它勾选起来 这样我们也有新的video 您都会第一手取得 谢谢观赏 拜拜